来 静一下啊 啊 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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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上午我们第四个小节呢 叫防火墙服啊 这个呢是服务叫防火墙 防火墙的这么一个服务 那么防火墙 防火墙的话在生活中呢 其实也算是经常会听到 经常会听到啊 就比如说有一些我们这个建筑啊 它呢有一些门 那个门呢 叫安全通道是吧 那么安全通道那个门呢 大部分的门都是防火的 就是火呢 其实烧呢是没有什么用啊 它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防这个火的这个烧 但是我们这里上说的这个防火墙啊 和我们生活中这个防火墙 是两个概念啊 只不过想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生活中的防火墙呢 它是隔离火的 那么这里面这个防火墙呢 它并不是隔离火的啊 它是隔离一些网络攻击的啊 所以我们这块这个防火墙呢 它的一个作用啊 就是指防范啊 防范一些网络 攻击啊 防范一些网络攻击的啊 除了防火墙 在互联网这里面呢 还有叫防水墙 还有防水墙 那么什么地方会会看到这个防水墙呢 就是我们一般会在BBS上 也就是论坛贴拔 防水这个水是什么水呢 灌水的水 灌水的水 也就是水军 可以说水军啊 水军发的那些帖子或者留言 那那个内容就参数叫水啊 所以也有防水墙这么一个功能 但是防水墙这个东西呢 它局限性比较大 就是局限于论坛的贴拔这些地方啊 就是交流车去这个地方比较多 而我们防火墙的话 它的概念就比较广阔了 防火墙呢 又分为两种 一种呢参作为叫硬件防火墙 一种参作为叫软件防火墙啊 有软件防火墙啊 和硬件防火墙之分啊 那么软件很好理解 软件呢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说 看不见摸不着 你如果想看见那些 通过屏幕看得见的啊 而硬件呢 就是能够看得见 并且摸得着的啊 软件很硬件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指的这个服务 注意是服务啊 所以指的软件还是硬件 软件防火墙 对 软件防火墙 那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作用啊 主要呢 是用来防范一些网络攻击啊 那我这边有张图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就很形象的描述了一下 这个防火墙啊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张图 这张图呢 有三个部分 最里面的那个 就是一个台式机 然后边上还有个主机啊 然后呢 最外面的这个 是一个地球 这个地球就是指互联网 因为互联网是全球的嘛 啊 所以是一个地球 那么中间呢 有一堵墙 一堵墙呢 注意墙中间有个洞 看到了吗 啊 就这个洞 就有一块砖是没有的 一个洞 然后的话 有三条线 一条线是绿色的 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了 啊 然后呢 另外两条线 刚好打到墙旁边的这个地方了 这是石的 就打回去了 啊 那中间这个墙呢 那中间这个墙呢 就是防火墙 这个图片很形象的告诉我们了 防火墙的作用 有好多线过来了 是所有的线都通过了吗 不是 是只能通过那个洞里面过去的那个线 它才能通过防火墙啊 也就是说防火墙呢 它是选择性 让这个请求过来的 不是说所有的请求都让它过来 如果都让它过来的话 那这防火墙就没有什么用了啊 防火墙呢 它是选择性的 让这些请求部分通过 就是符合要求的 那这个要求呢 是谁设置的 就是我们运为自己设置的 得保证它这个请求是安全的 并不是说任何请求 你过来我就接 你过来我就接 并不是这样的啊 只有安全的这个请求呢 才能让它过来 这个是防火墙这个图片 防火墙选择性让请求通过 选择性啊 让请求通过啊 从而呢 来保证我们的这个网络啊 它的一个安全性啊 网络的安全性 所以防火墙的话 它其实属于网络安全 这个课程相关的一个内容的啊 但是我们前期呢 可以先做一个了解 我们本阶段呢 讲的这个防火墙呢 对大家要求呢 并不是很高啊 要求哪些东西呢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先知道 防火墙是干嘛的 啊 它能保证我们的网络安全啊 它为什么能够保证 网络安全呢 那就是一张图 这张图呢 它是选择性让请求过 不安全的 我就不让它过 所以它能够保证我的安全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们需要去能够对防火墙软件 做一个相关的操作 操作呢 也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服务呢 是SantaOS 6.5 它已经装好自带的了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启动 关闭和重启 这些相关操作 那么防火墙呢 既然说选择性让的通过 那肯定还有一些 相关的选择性的依据 也就是规则 规则 我们怎么去看这个规则 怎么去加这个规则 做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那后面的话 想起的东西呢 会在这个 网络安全课程里面呢 去给大家介绍 那么防火墙的作用 什么作用 防范 网络攻击啊 这个得搞清楚 防范网络攻击 它每一个服务都有 对应的作用 防范攻击 好了防范攻击 看完之后呢 那么后面的话 接下来呢 来去做一个操作 就是说这个防火墙啊 它在我们 Linux CentOS里面 它是怎么去体现的 在当前的 CentOS 6.5中 我们这个防火墙啊 它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叫IPTables 叫IPTables 这个名字 是这个名字 当然有个同学 可能说 在之前装这个 CentOS5 没装得上 后来换成7了 注意换成7 7这里面呢 它默认的 就不是用的IPTables了 7里面了解一下 7.x中呢 默认使用的是 FIREFileWord FileWord FileWord 叫火墙的意思啊 这个D呢 是守护进城 叫FileWord 那么防火墙呢 它能够限制 我们的一部分访问 那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现在要访问谷歌 能访问吗 不能 为什么呀 不是被运营商啊 运营商 它巴不得你能访问的 运营商 如果说三个运营商里面 有一个运营商 能访问谷歌 好了 那估计大家都换宽载了 都去换这家的了 所以肯定不是 运营商的问题啊 是这个叫 中国国家呢 有个叫国家长城防火墙 长城防火墙 那这个呢 是国家级别的防火墙啊 我们说的这个防火墙 只是服务器级别的 比较小啊 它就是国家级别的 全称呢 叫 Great FW 叫Great Firewall 绿色长城啊 叫防火长城 这是最大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防火墙 只不过它的范围比较大 Sendal S7里面啊 记住啊 它默认是发握的 那么后面也会 记住到Sendal S7 先了解一下 我们当前在里面呢 使用的是 IP Table IP Table 这个东西怎么记呢 记的时候呢 可以这么记啊 拆分一下 IP IP Table Table叫表格 加S 复数 Tables IP Table 这个是它的一个 服务名 服务名 软件名叫这个名字 服务名也叫这个名字 记住IP Table 就行了 那么这个防火墙呢 它默认开机 有没有启动呢 我们可以先去查一下啊 第一个 那我们先去查看一下 查看一下 IP Table 是否开机启动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查看IP Table 是否开机启动 有几个方法啊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查看什么 查看进程 是吧 因为我们已经重启过了 它如果说开机启动了 是不是已经会有进程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查看什么东西 查看什么东西 查看 查看这个 CGK config嘛 两个 行 那么先查看第一个 -ef grep ip tables 走 有启动吗 没有启动啊 行 没有启动呢 OK 那么再看另外一个 CGK config 杠杠 类似的 然后 grep ip tables 走 默认是启用的是吧 默认是启用的 那我们这里面 怎么查不到进程呢 那可能它服务不叫这个名字啊 服务可能不叫这个名字 但是这地方我们看它是启动了吧 通过这个通过CGK来看啊 它启动了 行 启动没有问题啊 那么查看它是不是有启动 那么当前的话应该是三是吧 它二三四五都是启动的 所以应该是启动的啊 应该是启动的 嗯 好 已经启动 那已经启动就OK了 那说明当前启动的 启动的话 那如果说我们想重启或者说停止 它怎么办呢 第二个就是 IPtables 哎 比较简单啊 IPtables的服务的启动 哎 并且呢 或者说重启或者说关闭啊 关闭 如果说我想把它关了 如果想把它关了 SER VR SER SER IPtables STOP 哎 启动是start啊 然后 然后后面是stop和restart啊 restart这地方应该是放R1 FPRT 行 来直接一下看看啊 咱们是开着的吧 SER VR CES SER VES SERVS IPtables 已经启动了啊 别再start了 已经启动了啊 所以咱可以运行一下 stop 是不是可以了 可以了啊 可以了 那OK 那么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有个 那个 阿华奇 我看有没有开啊 没开是吧 其实没开我把阿华奇开开 我们之前当时不是做了测试吗 在Windows站能不能访问 后来不是发现访问不了吗 那现在我把房间关了 我看能不能访问 start 启动了吧 行 启动好之后 我们这里方就可以输IP了 多少呢 192.168.21.189 对不对 128啊 是不是可以了 那现在访问是谁啊 访问的是 Linux还是Windows Linux 访问Linux 就是因为我们把防火墙给关了 因为防火墙呢 它默认呢 它没有让我们这个80通过 默认是没有让80通过的 但是我给它关了 它就拦不到了 就相当于 本身这中间有一堵墙 现在我把墙给拿走了 那墙拿走了之后 互联网和我们的电脑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访问了 所以呢 可以尝试给它关掉 关掉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访问了 这个命令 那当然除了这个命令 我们除了这个命令的话 还有这个叫 ETC下面的 iit.d 然后后面的话 加上 iit.tables 然后start stop和 iit.t restart 这几个命令 都可以啊 然后这个地方 需要注意个问题啊 刚才同学过来问的 说老师 我这边呢 如果说我进入到 这个ETC下 然后呢 输入 iit.d 进入这个目录 进入这个目录之后 我在这里面输 iit.tables 然后比如说 我刚才停止了吗 现在启动了 是吧 他会告诉我 有问题 或者说我要重启这个网络 网络叫 网络叫 network 是吧 network 然后呢 我想 r.eit.t 他会告诉我 没有network 这个东西 但是有没有呢 我敢肯定在下面有 我敢肯定在下面有啊 这下面肯定是有的 有没有 network 在哪 在 在这吗 是不是有啊 那说有 为什么不能执行呢 有 为什么不能执行呢 我在当前路径下执行的呀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个细节问题啊 像这种书法 你的理解 的确是当前路径下 但是系统不这么认为 像这种执行的话 他执行是一个可执行程序 他执行个可执行程序 那这时候呢 他会默认去他的环境变量里面去找 环境变量里面去找 和windows下的意义是一样的 默认去环境变量去找 但是呢 你这个东西加环境变量里面去的吗 是默认没有加的啊 所以如果你想这么执行 你必须要在这个 在这个前面 加上点杠 加上点杠 你看这个时候 你不行 断了 这边连连已经断了 可以执行吧 所以这个细节问题需要注意一下啊 这个细节问题需要注意一下 又断了啊 就不该这么玩 EF Configure IP变了啊 怎么会变呢 变成131了 这个IP怎么还会变呢 192.168.21.131 变了就变了吧 变了从联想就是了 root 好了进来了啊 所以这个小问题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执行可执行程序 当前目录下啊 一定要加个点杠 我们后面呢 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啊 嗯 行 那么启动 从停止之后呢 我们的Apaq就能够被我们的Windows所访问了 当然我们现在用的是NIT网络吧 还有印象吗 NIT网络 当时不有桥接和NIT选择吗 在安装的时候啊 如果说有同学你选的是桥接 那么你可以把你的IP发给其他同学 其他同学也能访问你的服务器 啊 也能访问你的服务器啊 当然我们现在是NIT 所以呢 只能自己访问 其他人访问不了啊 三个命令 start stop和restart啊 这个顺序调一下 三个啊 根据对应的需要 看看呢 使用哪一个就行了 那么这个是针对于我们IPTables服务的一个相关套做 那么除了服务的重启关闭和停止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操作 就是说 他这个防火墙啊 他到底是什么一个状态 怎么去查看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查看我们的IPTables的一个状态 其实换句话说 其实就是规则 规则 但查看规则 那么这时候呢 先来查看试试啊 怎么去执行 叫SERVSES IPTables 这时候要颠覆我们的想象了啊 之前我们是有start stop restart 是吧 现在多了一个 STA TUS 叫状态啊 叫状态 运行了吗 没运行啊 没运行 所以这个状态 它就是未运行的 OK 那现在我们给它启动一下 ART 启动了吧 好 启动之后 再来查看这个STAs 看到有什么变化 是不是出来了 那这就有规则了啊 所以呢 这个命令呢 表示查看我们防火墙的一个状态啊 SERVS IPTables 后面呢 加上这个STAs啊 加上STAs 那么如果 IPTables IPTables 没有启动 那么则提示服务没启动 如果已经启动 那么则显示防火墙的相关的规则信息 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些规则信息 那么规则信息呢 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啊 表格 Filter 表格 Filter Filter表示过滤啊 然后 后面呢 就是一些策略 策略干嘛的呢 Accept Accept 接受啊 接受 然后呢 Number 数字 12345 这就是递增那个序号嘛 然后Target Target表示 Target表示 目标啊 目标 然后P-R-O-T P-R-O-T P-R-O-T和P-O-R-T不一样啊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全称 它 它是缩写 叫P-R-O-T-O-C-O-A 叫协议 协议 就是它允许的哪些协议 或者说针对哪些协议 有O O表示全部 R-C-E-M-P-O-O-T 还有T-C-P 和O 这几个 OPT OPT OPT是选项 这地方呢 默认不用管它 Source Source 来源 来源 0.0.0.0 0 意思就是 允许任何来源 这些描述的话 先听明白就行了 然后Distormination Distormination 是目标 目标主机 也是0.0.0.0 后面要-0 然后后面的话 还有其他的一些 那就是这个Foward Foward这个单词叫 向前 向前 或者我们也称之为叫转发 或者叫转发 然后这里面呢 是这一个向前的 这个规则 然后还有Output 输出 输出规则 那这里面的话 就显示的是我们这个 防卧墙的相关的规则 但相关规则呢 现在来看的话 理解起来比较难啊 我们只要知道 怎么去查看这个规则就行了 目前的话 不要求掌握这个规则 具体的含义啊 只要能够查看就行了 叫Service IvTables Stats 这个是他的状态的查看 或者说查看规则 如果没有运行 那就是状态 如果运行了 那就是规则 但我们除了查看规则 除了使用这个Stats 的命令查看之外 那么还有一个命令 还有个命令 第四个命令 第四个命令呢 就是单独的 它是纯查看 查看规则的啊 查看规则命令啊 查看规则的命令 执行方式 IvTables IvTables 杠大L杠小N 当然这个小N是可选的啊 写不写无所谓 写不写无所谓 但是它有差异 可以具体看一下 IvTables 杠大L 这和我们刚才看的 是不是有点像啊 有点像啊 但是刚才是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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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是吧 现在变成了anywhere anywhere是任何地方 现在我们再加上一个杠小N 是不是跟刚才一样 对吧 所以这两个区别在哪啊 区别在一个是用英文显示 IP地址或者说端口号 另外一个是用数字来显示 而这一点的话 在前面我们有一个命令 好像很类似 对 哪个选项来的 TNLP里面哪一个 N 对了 和这个含义是一样的 表示呢 将原本的英文单词表示形式 转化成了数字转化形式 所以这边就看需要 这个杠N呢 其实加不加都行 如果你认识这个anywhere 那就可以不用加 如果不认识 你加个杠N也可以 所以杠N呢 不是必选的 但是这个杠L呢 如果要看规则 那必须得些 杠L含义 含义杠大L 表示列出规则 列出我们这个 允许的一些 或者说进出的一些规则 杠N呢 表示 杠N 表示将单词表达形式 改成数字 加这个 就是数字吧 数字形式 显示 就这么一个作用 它不是必选的 但是上面这个能力 必须要用的 讲到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地方的 这个规则显示 规则显示呢 一些基本的 能够看明白就行了 这个呢 是input的输入 就是允许进来的请求 允许进来的请求 哪些协议啊 哪一些地址 然后后面呢 是转发的 然后再是输出的 这几个东西 这是查看规则 这个和上面这个第三个有点像 有点像 就是看这个加不加杠N的问题了 上面这个stats呢 是默认加上这个杠N的 下面这个呢 如果我们用的话 就可以选择是加 还是不加了 不加的话 就有点区别 加的话就一样了 规则的查看 第四个 那么第五个呢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来教大家怎么去设置 我们的这个防火墙规则 简单设置我们的防火墙规则 那刚才的话 我们是不是把防火墙给 开启了呀 那么现在IP131啊 那我现在访问一下131 还能访问吗 就不能访问了 因为防火墙 他把我们这个80端口给他 先进了 就是不让我们过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80端口 其实就是属于上面的这个 红线了吧 他不让走了 他不让走了 他就回来了啊 所以现在我们访问不了这个网站 但是这个防火墙呢 那咱又说他为了安全 又不能把他给完全卸了 那这样的话 我就得去告诉这个防火墙 哎 麻烦你行行好啊 让这个80端口过来 是吧 所以现在呢 我就得让他知道啊 我让你放过80端口 你让他过来吧 需要去简单设置一下这个规则 那这些规则啊 作为这个初期 我们不要求大家说 把这个规则给背下来 不要就背 那以后你说不背 那以后怎么办呢 没关系 没关系啊 怎么办 百度吗 IPTables 80 可以了 一堆啊 现在做运维的 真正做运维的 没有几个能把这个命令背下来的 没有能几个把它背下来的啊 所以咱也不用背 啊 那一个是这个方式去找 那么还有个呢 就是我这里面呢 提供了一个文件啊 大家可以从文件里面去看 这里面有一些藏用的方法 将规则 看一下啊 那比如说80 是不是 RB Type 这个是我们的命令名称嘛 杠A 杠A 杠A什么意思 杠A解释一下 A表示 ADD啊 A表示ADD 表示添加 Input的呢 输入就表示进来的请求 表示进来的请求 P呢 表示协议 也就是PR OTO C位哦 协议 什么协议啊 TCP协议 我们80端口的协议呢 属于TCP协议 然后杠Dpot 这一看就明白了 端口号 杠J 杠J呢 是属于它的一个操作巡围 操作巡围有两种 是允许还是拒绝 SAP代表是允许 所以这句话连起来就是 让IP Type 添加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是一个输入规则 它的协议是TCP协议 它的端口是80 它的操作方式是允许 就是允许通过 这个规则能读明白吗 只要你把每一个缩写 知道什么意思 那这个规则很好读的 这个是添加一个80端口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要放过22端口 是不是就是把80换成22就行了 然后其他基本上差不多了 包括我们后面用的 如果要用这个FTP 21端口 只需要改个端口就行了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个命令 能背下来 那后面对你来说 只是改变端口的问题 对端口协议和拒绝和允许 这是Aceph的允许 Aceph的表示拒绝也就禁止 大小写没关系 大小写没关系 大小写小写都行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把它都拿过来 例如 我们需要允许 80端口 通过我们的防火墙 那么则规则 可以用我们以下的这个命令 来设置 命令如下 那么这时候呢 由于第一次咱用这个命令 我还是把这个命令 每一项的含义 给大家写进来 那么IPTables IPTables 它这个好理解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命令 就是我们的命令 主命令 主的命令 然后杠A 杠A就表示 ADD 也就是添加 添加一个规则 表示添加一个规则 然后input input表示 叫 用阿里上的那个专用名词 叫 进占请求 进占请求 就是进入你的服务器 表示这条规则是 进入服务器的一个请求 就进占请求 然后呢 杠P呢 就表示协议 表示P-R-O-T-O-C-O-L 也就是协议 允许的协议 或者说 不能说允许吧 因为它可能是拒绝 叫指定协议 然后杠杠D-O-D-P-O-R-T dpod 这个呢 是表示 指定我们的端口号 指定端口号 杠J呢 是表示 指定我们的行为结果 行为结果 它有两个 要么就是允许 要么就是禁止 允许和禁止 accept表示允许 reject表示禁止 这里的写一下 I-C-C-E-P-T accept 它是允许 禁止错了 禁止 禁止叫 R-E-J-E-C-T reject 禁止和允许 协议 协议这个地方的话 常见的协议呢 有这么几个 I-C-M-P 然后呢 T-C-P 还有U-D-P 当然还有其他协议 常见的就是几个就够了 那么TCP的话 Dub的这个软件呢 走的端口呢 都是TCP 然后近战的话 这有近战 那么还有出战 出战叫output 出战叫output 写一下吧 出战叫output output 这么几个单词 解释一下 好了 写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执行这个命令了 那这个命令呢 可以呢 你尝试手写一下也行 或者说 我就直接复制粘贴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粘贴的时候 你不要把后面给粘过来 不要把它粘过来 它只是一个说明 你不要把它执行 把它粘过来 粘过来之后 按一下回车 按下回车 按下回车之后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去查看规则 我们做了一个 这个操作 它最后呢 在文件里面的体现 肯定还是一个配置文件 所以这边操作的时候 还要做个操作 就是我们要把 把这个操作 要做一个保存 做一个保存 要做一个保存啊 后面的话 在添加完之后 添加完成之后 需要呢 保存操作 那么保存操作怎么做呢 保存操作 IP Tables SFE 不是这个地方 应该在那个 ETC下 然后呢 Init D下面的 IP Tables SFE 是吧 将防火墙规则 保存到 哎 那说明这个是不是 就是它的配置文件呢 是啊 这个地方 这个规则 你做完之后 一定要保存 如果你不保存 嘿嘿 重启一次 也就没了 重启一次 也就没了啊 所以一定要保存一下 这个千万不要忘了啊 啊 之前这个命令 将这个规则呢 来做一个保存操作 也就是 ETC 下的 Init D 下面的 IP Tables SFE SAVE SAVE就是保存的含义 啊 如果不保存 你后面就没了啊 好了 保存好了之后 那么刚才我们访问的这个 阿帕奇 是不是不允许保问呢 发现一下 保存好之后 看看是否要重启一下 SFE IP Tables Rest Data 走你 出来啊 是不是IP不对啊 我再使用118看看 看看吧 或者这样 咱先查看这个规则 看规则有没有写进来 这不有吗 TCP 80吗 啊 有了这个规则了啊 这个规则本身是没有的 现在是已经有了 有了 有了 阿帕奇还在不在呀 GR1P 阿帕奇在呀 if config 直接复制这个地址吧 131对啊 那这样 我换个规则器 避免这个 避免这个问题 换个这个 嗯 重启什么 重启阿帕奇 阿帕奇不需要重启啊 服务器 呃 杠A的话 这个还得记一下 放着还得记一下 以后呢 我们可能说 把一些静止的位置放前面啊 也可能需要用 所以这个A呢 也得记一下啊 这它添加 但是呢 它呢 加到最后啊 加到最后 行 那么I的话呢 这地方呢 用I 用I的话呢 现在呢 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这地方呢 我们防火墙 现在应该还是开着的啊 开着的 这时候呢 阿帕奇呢 它也就能进行访问了啊 所以配置好规则之后 就可以了啊 好 把这个地方啊 速一下 这个呢 是用的是 -I的效果 -I的效果 然后后面这个呢 是-A的效果啊 -A的效果 它俩效果不一样 但是呢 规则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的问题啊 把这个规则呢 给它拿过来 嗯 像那最终的话 防火墙在开启的状态下呢 我们这地方呢 它也能够进行访问 那这个效果呢 就是我们想要预期的效果 防火墙 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安全 同时呢 我也能让啊 扶起我们这个80端口啊 它也能 都要开放 如果说 阿巴奇能够开着的 并且呢 我们防火墙也开着的 能够访问 那就说明啊 我们这个操作呢 是成功的啊 测试我们的80端口的 会ら得漂亮的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